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陈吉仲 刚刚那个造剧 对不对 下台还要报一下蔡英文的料 报一下她的内幕 这个话稍后我来请帅将军翻译一下 大家一看 你好厉害 你敢跟总统吵架 哎呀你没有看懂了 我在很多次开会中经常跟总统吵架 但他最后都尊重我的专业 都尊重我的坚持 连这一次的辞职也是一样的 然后颁奖的时候 他说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了 然后就开始哽咽 哽咽快两分钟 我看到社长军白眼 已经翻到后面去了 这个东西啊 很多次跟总统吵架 他都支持 代表两种可能 一种蔡英文完全不懂农业 随你去说 这是一种 最好的一种呢 是总统用人不移 力挺到底 你放手去做 我要是成绩重 我最喜欢这种老板 对不对 我才能展开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能力 放手一搏 但是他有能力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好 你既然号称是搞农运出家 你又是得农运的博士 弹荒这个是两个 一个治标 一个治本 台湾的治本 是你的弹机不够 总机生弹的数量不够 资本就应该盖 大型的机舍 科学的方式的养机 像新加坡一样 它不靠外购 它自己能够满足 自己国家的需求 但是人民最基本的需求 很多人早上起来 一早就两个 对最基本的需求 都没有满足 好 赛将军逻辑超清楚 一下子给大家梳理 两种可能 一个是这个 蔡英文根本不懂 蔡英文不懂 谁让你做 谁你说 一个是蔡英文 非常的授权 一个人不用 用人不疑 那然后呢 就是七年 我们看到从施木鱼 从凤梨 从释迦 一路到鸡蛋 每一个都出问题 所以问题就是 成绩中 你自己如果能力够 有这种老板 太好了 对不对 充分发挥你的专业 你能力 资本你的养机场不改 机种不改 冷链不改 当然满足不了 人民最起码的需求 很多人早上起来 一颗或者两颗蛋 晚上有菜品 你又配 对不对 是基本的需求 尤其现在的医学报告 蛋白质是 蛋是最好的蛋白质 好 第二个讲治标 对 你有蛋荒 当然有治标的手法 你从外国进口 进口的时候 你怎么不考虑下进口国家的距离跟台湾的距离 运输花的时间 成本花的时间 冷链怎么样子 衔接到席选蛋的标示 你样样都出错 对 这里面还产生了弊端 大家都怀疑 一个武艺的小 一个资本的超市 凭什么去拿这么大的订单 我都想问帅将军了 你讲得超清楚的 他样样都错 他还敢跟总统吵架 对 问题就在这里 一个是蔡英文无知 完全对农业不懂 一个照理讲蔡英文给你很好的舞台 随你怎么做 大笔的补贴由你开 由你花 但是他伤了多少 因为他这种补贴的政策 伤了猪能 伤了果能 伤了蛋能 那这就不已经是 宜人不用用人不宜 这简直是包庇 包庇 对不对 我自己的人 你怎么犯错都没关系 那怎么容许他犯了这么多次错 你说人家中国大陆不买 都是中国大陆的责任 你要脱销外销市场 你脱销了什么 对 我们到现在为止 对日对东南亚 能够展开我们的水果的脱销吗 第二个 当初你当农运运动的时候 适死反对莱猪 打死也不能让他进 当了部长 感谢美国给我们这个莱猪 你这个人有品没有 你当年的立场 跟你今天的作为 你不讲话也就不错了 怎么能够还讲到说 那个肉麻话 如果说蔡英文你眼睛瞎了 你看前面的凤梨案 文旦案 这个四家案 猪肉案 还不能看出这个部长要换吗 他待了七年 问题就在这里 你瞎了吗 我都觉得他这个话 除了刚刚帅将军讲的 几种可能之外 我觉得他还有一些言外之音 言外之音告诉大家 我有多红你知道吗 谁敢跟总统吵架 我问你台湾政台上放映到现在 谁有告诉你说 我常常跟总 我经常跟总统吵架 这证明什么 证明我够红 对不对 我红到半边天 我跟总统吵架 总统都一样没有动我 还有呢 什么就是 就是我很厉害 我很得宠嘛 对不对 我多得宠 所以真的是一个恃宠的概念 他下台还要再一个炫耀 另外他其实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高级排马屁 告诉大家 总统很有容人之心 对不对 我觉得这沉浸中的小心思 其实还蛮容易看得穿 但是讲到这边 你就罢了 你还要再来哽咽 你还要再哽咽 求人得人很好 对不对 已经这个 我来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 叫艾哭妹 艾哭妹 我不知道你们老一辈的时候 现在有个艾哭仔 对不对 你那个哽咽代表什么 你应该是羞愧到无地自荣 是啊 第一次讲口头请辞 还在等 等什么 等到上一次新竹市长被拿掉以后 全党挺一人 你是不是还在等全党挺你 陈吉仲 赖清德还要混吗 对不对 要不是赖清德的选情被一天掉 一个百分点 蔡英文说不定 我们全党挺了 陈吉仲 也不一定 真的是派系出手了 赖清德 这个蔡英文的任期 剩下不到一年 没几个月了 所以是不是也要朝子放亮一点 但是关于陈吉仲下台的时候 市场里面 还再报一下蔡英文的料 我敢跟蔡英文吵架 而且我是经常吵架 曹大总统还是得尊重我的专业 好屌 很厉害 对不对 超厉害 全台湾就它最强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